大家好,我是阿影 今天要說的是 飢餓遊戲前傳 《名鳥與靈蛇之歌》 由號稱最令人討厭的女星 Rachel Slager 主演 不是我說的 外國很多傳媒 包括英國的第二大報 將每日郵報都這麼說 雖然維基百科將每日郵報 歸類為不熟可靠的消息來源 但對於我們這些花生友來說 我又不介意 繼續在這裡叫她最令人討厭的女明星 而看完這套飢餓遊戲前傳 《名鳥與靈蛇之歌》 150多分鐘後 我離開戲院 我大概理解為何她是最令人討厭的女明星 因為她是典型的德不沛為 你喜歡亂說話 你喜歡不尊重原著 這些東西其實沒問題 你要有相對的藝術成就 你就可以抵消公眾對你這堆東西的厭惡 即是迫銜可以搞外遇 但其他男人不可以 因為她的相貌本身就是有足夠的藝術成就 可以抵消她出軌這件事 而Rachel Sagglar的演技實在是 完全撐不起她的串嘴 特別是當你做飢餓遊戲的女主角 被人扔到競技場上 跟另外的男女在打架 自自然而 我就會回想同一個命運的 Catlysse Everdeen 對呀 那個已經不是 Jennifer Lawrence 而是Catlysse Everdeen 兩個人的表現一拼 另外就更加令到最令人討厭的女明星雙刑見絕 而劇本也很奇怪 她對這個女角的處理好像做到故意玩她 硬斷開了她的角色曲線 到了一個位置她突然經歷了很多東西後 回歸 變回和開頭一模一樣 而男主角就即使擁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角色塑造 她本質上是一個令人無法喜愛的人 令我想當你成功塑造一個黑人爭的角色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真的成功呢 這個哲學問題 片頭回來再解釋這堆東西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我們有時會分享一些電影的冷知識 有時會幫你試一下戲服不服 想看就訂閱我們 而且我們開了IG和Flash 今年年尾會搞一個許願家投票的活動 你想我們做什麼影片 我們就會做什麼影片 想參加就快點追蹤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 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可憐一下我們幾個乞兒仔 我會很感激你們的支持 最近八日之下和年少日記都有人去贊助我們 非常非常感激你的支持 首先解答一下一些例行的問題 之前機外遊戲有三部曲 總共四套電影 如果你們沒看過 入場看會不會有很多東西看不明白呢 我說不會的 因為這個所謂前傳 其實是說正傳的六十四年前的東西 整套前傳到正傳還生存的角色 都已經是老人家 而且十隻手指之內都數得了 所以故事就不會有大問題 但如果你看過正傳 你就會記得那個世界觀 記得那一次革命 對於你看電影的享受會多了一點 就好像你坐時光機 回去看看那個世界以前的東西 這算是一個優惠 然後我稍後會在劇透線之後 不停地說一下世界觀 最後會說男女主角角色塑造的問題 如果介意劇透可以去看電影再回來看 如果不介意就稍後開始吧 世界經過了一系列的生態災難 以及全球的戰爭 導致現代的文明崩潰 建立了一個叫思惠國的國家 在北美洲 裡面有聯邦區 首都 以及13個行政區組成 首都對其他地區進行極權的獨裁統治 13區最後忍不住 發起了一個叛變 打仗打了三年 叫做一個黑暗時代 最後首都軍獲勝 投放了一個毒氣彈 殺了第13區的所有人 就是一個殺雞警侯 而為了懲罰發動叛亂的行政區 首都要求每個行政區每年都要派出 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作為貢品 去競技場參加這個飢餓遊戲 同時會透過電視轉播 比賽過程 令到12區的反抗意識減弱 時間一轉來到機外遊戲第10屆的前夕 我們的男主角Slow 是首都的貴族 不過家道中落 本身已經沒什麼錢 只好努力讀書 希望可以獲獎學金 讓家裡的妹妹和媽媽有錢可以買東西吃 可惜他父親當年得罪了校長 校長為了不讓他拿到獎學金 硬改規矩 要他們全部學生都做貢品的導師 做得最好的人才有獎學金 而不是考得最好的人才有獎學金 由這一刻開始 我們就有150分鐘的時間 去見證Slow 由一個天真難蠻的英俊 變成對人命毫不關心的大魔頭 這種故事本身應該很好看 我經常說的都是黑暗面不用錢 當一個角色的黑暗面充分給觀眾看到和理解 同時又見到他處理時的矛盾 本來應該很好看 但這套前傳他做不到這件事 他很清晰地給觀眾看到黑暗面 看到這個人的轉變 但他沒有讓我們去理解那個轉變 或者說不是我們理解不到他的轉變 而是他轉變成魔王這件事 可能只有他一個人會有這樣的選擇 沒有任何人會同情他 或者覺得他都是受害者之類的感覺 大家只會討厭這個人 所以我開始就說 他是成功地塑造了這個角色 但這個角色非常地黑暗 他有他的角色曲線 但曲線的終點是一堆惡臭泥沼 究竟這個角色的塑造是否成功 塑造一個角色有沒有必要令他受人喜愛 而問題不僅如此 我當作塑造一個角色是沒有必要令他受人喜愛 但一個故事要吸引到人 至少要塑造一個受人喜愛的角色 而這套機我遊戲前傳最大的問題是 他只是成功地塑造一個角色 那就PK了 已經只有一個角色是塑造成功的 但他是黑人憎 你可以想像到電影最後出來的結果大概會是怎樣 老實說,我是飢餓遊戲的粉絲 當年我長期帶著一個Mockingjay的襟像出界 還試過在旺角街頭舉高三隻手指 吹口哨、號召革命 但以當日街上的人的反應來看 就看來香港機我遊戲的粉絲 就不是一街都是這樣 我喜歡是因為他做到一個Catless Everdeen這個角色 他有一種,其實我不想革命 我想談戀愛而已 但偏偏那些難度超高的革命 機我遊戲贏那些他就成功了 而難度較低的談戀愛他就失敗了 這個人物很好看,也帶動到劇情 但到了這次前傳 我們的女主角都是十二區的共品 只不過遊戲變成第十屆 而且他被演員搞到在戲裡面完全不像會談戀愛 也不像是談戀愛 我看不到他對男主角有什麼付出 有什麼關心、有什麼感情 而且他兩個已經嘴對嘴疼了 都仍然是毫無火花 這個對於飢餓遊戲來說是一個死罪 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革命、行政區、遊戲等 全部都是陪襯、配賽 這個故事最重要的是談戀愛 更重要的是戀愛故事最好看在於男男女女 因為各種原因談不整個戀愛 女主角不愛男主角 而且他喜歡唱歌多於喜歡男人 整套戲的主軸就不見了 你問我 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正傳我看過小說 前傳我沒看過 但我幾乎可以肯定前傳小說的女主角 並不會這樣不去談戀愛 她不止不愛Slow 她甚至不愛男人 我看不到這個角色的行為有什麼動機 我看不到她有什麼吸引人 甚至我看不到她有多善良 而剛才也說過她的角色曲線是被劇本強行歸零 當她打完一輪 贏了那個遊戲 回到12區之後 她好像沒有經歷過任何事情 繼續唱歌 繼續快快樂樂做人 這才是我覺得最深寒的地方 在遊戲中 你殺了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病人 以及另一個男參賽者 什麼殺人這件事對你來說 是這麼日常 這麼無所謂 去到你回到12區 還可以每天彈結他 唱歌、游泳 加上扮談戀愛 加上當年的機外遊戲比較簡陋 甚至很多時候都很快完結的頭九屆 你想像就是那24個男女 站在圓形競技場裡面 拿武器互相砍 完啦 就算這次加上炸爛了競技場 但本身第10屆的遊戲觀賞性質 就會比第74和第75屆低很多 你可以想像就是64年前的電影 它的影像給了你的刺激 聲效、音樂 甚至故事 都一定落後於今天2023年很多 雖然1959年有影史傳奇的崩墟 也有法國代表400GB 藝術上它們的成就是無可置疑的 一定是史詩的級別 但技術上它們都一定會落後過 今天任何一套B級片很多很多 所以連遊戲本身的觀賞性都低落的時候 你又談不成戀愛 角色素材又做了一個混蛋出來 你說我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好 今天我要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